今天我们在拱蒙国家公园 今天我们在拱蒙国家公园 我们今天原来的计划还是环石国家公园 第六湾里面的住宿 但是因为夏天一场大水 就完全的破坏掉了我们整个计划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决定南下先来拱蒙国家公园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 古蒙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犹他州 园内有两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天然古蒙 最早三亿年前这里曾经是湾洋大海 海水消失后就剩下岩床 岩床和其他碎片挤压成岩石 并且越来越厚直到岩床破碎 又经历了地壳隆起天然风化 最后才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狗蒙 这是我们的第一站 就是旁边的Balance Rock 这个Balance Rock一共就0.3米 其实都不算一个trail 我觉得就是一个view point 你就围纳着这个Balance Rock走一圈 这块石头有点像无智商 我们是昨天晚上快半夜到达Sol Lake City 然后在机场附近住了一晚 今天早上大概9点开始开车 开了4个多小时 然后现在是中午大概快2点了 我们现在到了第二个点就是Double Arch 我觉得园内一共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吧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区域叫Windows区域 有南川北川 然后这个Double Arch 还有刚刚那个Balance Rock 第二个区域就是园内最有名的那个Delicate Arch 我们今天等一下也要去 然后明天呢还有左上角园内那一大片的Devil's Garden 里面有很多的Arch 然后也有一些难度比较高的trails 所以明天我们肯定会好好走一走Devil's Garden 这里就是Double Arch 大家是可以爬上去的 Balance Rock 那边进来之后有两个停车场 这边是Windows Trail Head 但是我们刚刚开到那里没有车位了 所以就继续开街 我这边还有个Double Arch的小小的parking lot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车位还是挺难找的 还好在这边我们找到了一个车位 现在我们打算直接走路走到Windows Trail那边 这个trail一共是1.1米 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好走的了 左边这三个都是这边很有名的Arch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是South Window 虽然就是路程挺短的 但是因为太阳很大 晒一会都感觉累死了 夏天来的话真的一定要做好防晒加上带上足够的水 因为不要看它就是1米 真的在太阳底下超级累 我在Arch的后面找了一个Shades的地方 然后就坐着休息一下 还好现在人不是很多 我虽然parking lot那边已经挺慢了 左边这个就是North Window 然后右边这个就是South Window 最后一个Arch也打卡结束了 我们现在就算是完成了Windows这一片的trails了 现在打算去Delicate Arch 希望到那边还有车位吧 看看我们租的这个车的车牌就是这个Delicate Arch 我们现在就是去这个Arch 刚刚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开始走这个3 miles的trails 现在的时间是5点半 好像Sunset要到快8点吧 所以应该能看到一些余晖 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完全的太阳落下以后再回来 要死去的那人 之后这位产生 是没有评传elo 我们也认为是纽越一样的 才是在一方面小城 始终立 沉曼 现在我们爬的应该超过一半了 我觉得这边还好 主要是因为它的爬升不算非常高 一共就不到700ft 跟两三千ft的那种山比起来还是差挺多的 是因为这边的那种山比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一共排了大约四十几分钟吧 所以来回的话应该也就一个半 instance 两个 조금 我觉得没有很难因为我们一共就是休息了一次然后喝点水 因为我看有些人跟Zière运动币的 现在大概六点多,快七点了 要么就是你早上早点来爬 要么就是傍晚来爬 下午比较热的时间 我会推荐我们今天中午走的那边 那个叫啥 对,你能听见我说的? 因为他们每个trail就是比较短 零点几米,一米 如果实在太热,就你走一下 你就可以回车上休息 然后喝点水 再去下一个view point看一看 但是这边虽然爬坡不高 然后毕竟一走就是3公里 然后几乎没有什么遮担的地方 要是晒起来的话 真的超级超级晒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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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起来 恭喜 谢谢 谢谢 这边这个Delicate Archie 是可以走到里面拍照的 然后现在人还挺少的 基本不用怎么排队 大家一般刚到的时候都是在对面这里的山坡上吧 然后就可以拍到对面就是我刚刚坐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石头有一点点抖 但是还好啦 就过来拍照还挺不错的 不过摄影师要站在对面等 嗨,我们刚刚用到半小时的时间下山了 现在准备出园 然后去今晚住宿的地方check in 我们今晚就住在附近一个小镇叫做Mowab 然后明天还会再进院 我们现在到了要check in的地方了 但是要先抢一下明天的票 我们今天的票是昨天晚上在机场的时候抢的 然后刚刚在公园里面没有信号 好,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早点回来 赶紧先买个明天的票 因为现在这边Arch就是都要预约进去的 要么你就是提早早一点去抢票 要么就是前一天傍晚六点 他就会放出第二天的票 现在我们要看看还有没有明天早上 早一点九点到十点的票 幸好还是不好呀 要去里面了吗 最后一张票 酒店还要最后一张票 看看能不能抢到 现在的网速不是很给力 正在loading 正在loading 很紧张哦 回酒店是 这个WiFi感觉没有WiFi搞不了 其实不算很难抢的 跟其他国家公园的票比起来 Yes 抢到了 一张票是两块钱 想到了 OK 我们现在先去check in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晚住的酒店 就在这个Mowab小镇上 这个小镇就是在Arch的公园门口不到十分钟吧 超级近 如果要选择住宿的话 这个就是第一选择 而且小镇上很多都是酒店啊 住宿啊可能就是很多都是为了来公园玩的了 这家是属于西尔顿旗下的叫Honewood Suite 我们会在这里住两旺 等等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还挺大的其实 这边有个kitchen 没想到有个kitchen 然后有个桌子 沙发 这边是厕所 房间是挺大的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还要去Devils Garden 明天见 再见